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耳朵TV 那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对比评测 那我左手上的这个是价值39美金的苹果官方 iPhone 11 Pro Max后面包裹壳 那我右手边的这个是价值1美金的街边保护套 那总共投资40美金 那可以说这一期视频的投资金额非常的巨大 OK,那我废话的说马上来可以讲 准确来讲应该说是开套 OK,那这个是苹果官方保护套的这个保护套 采用了非常高档的塑料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写了一个iPhone 11 Pro Max 然后用彩色的字体写了一个Clear Arcase 那在背面这里呢 使用了全球多种语言描述了这个产品的特性 也就是透明保护壳 那价格呢是49,000韩币 那这个呢是价值1美金的街边保护套的一个包装 非常的高效,非常的低成本 保护壳就应该用这种材质来包装了 好,我们现在马上来打开看一下 拿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保护壳的这个材质非常的清透 所以我们马上再打开这个街边保护套来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开箱呢已经完成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也将解开我多年的疑问 苹果官方的塑料透明保护壳凭什么卖这么贵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实际的对比来看一下 到底是苹果在忽悠还是我确实不识货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重量 基本一致 那这第一条呢就可以过了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做工 苹果的这个做工确实非常的不错 那所有的边缘都非常的圆润 而且这边的弧度啊 就是在我们握持的时候 这个弧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圆润 而这一部分相机的边框它是有一层凸起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具体有什么用 但是呢整体的做工应该说对得起这49美金吗 可以说卖到49美金 你最起码啊应该打到这样的做工 可以这么讲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美金的保护套 那像这种地方的话呢 它的边缘做工呢就不是特别的整齐 而侧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这个贴合的一条缝 所以说制作这个保护套的时候呢 是上下这么贴合而成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边框都可以看到这一条缝 而且呢摸起来呢 还确实有一点割手 所以在做工方面 苹果官方的这个保护套确实要源源好于这个1000块钱 啊不是1000块钱 1000韩币一美金的这个街边的保护套 那第三个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的材质 首先我们来闻一下它们的味道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苹果官方的这个保护套 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我们再来闻一下街边的这个保护套 这个真的没有 我以为是我手上的香皂的味道 但是这个一美金的街边保护套呢 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真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但是苹果这个确实有一定的香味 哦好奇怪 总之苹果的官方这个保护套呢 闻起来会更加的可口一点 另外街边的保护套非常的柔软 苹果官方的呢 哎就做不到那个效果了 有一点像塑料加硅胶加玻璃的这种材质 又软又硬 哎第四个我们来测一下它们的手感 那苹果的这个官方保护套呢 我现在拿在手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圆润 非常的滑 真的是非常的顺手 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官方保护套套上去之后的这个手感 按键的手感 就中规中矩吧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没有到那种一按下去 有一种非常清脆非常爽的那种按键的手感 OK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一美元截边保护套的这个手感 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呢 就是这个保护套要非常的黏手 就感觉手上粘了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而当我要测试这个按键的手感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明显的 跟机身没有一个打到很好的匹配 它会有隆起的部分 那按键的手感呢 可以说是跟这个官方正品是差不多的 好对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个保护壳的耐用性 那苹果官网上呢也是说这款保护壳外层和内层表面均拥有防刮擦涂层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下面的这个测试 可以看到官方的保护套只有在四个边角处有一定的划痕 但其实中间部位也有一定的划痕 但是非常的不容易看到 非常的轻微 而这个one dollar的保护套呢 刚才就划了一下被干成这样 这个磨掉的部分呢已经是无法被修复了 这边的话呢也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道划痕 两边都是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升级一下测试的道具 进行一下彻底的这个测试啊 我们来在这个one dollar的保护套上看一下 好那么划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非常明显的看到有这个刀的划痕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苹果官方的这个保护套 可以看到这个保护套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这个划痕的程度要远远轻于街边的保护套 那其实这种划痕呢刚开始我们会接受不了 因为它最初的那几个划痕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 它的划痕会慢慢跟旁边的材质进行融合 然后它这个划痕的深度呢也会慢慢的变浅 到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接受了 当然对比弯道的保护套 苹果的这个保护套的耐磨性还是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 OK那么今天对于这两款保护套呢 我做了我能做的所有的评测 那其实无论从手感外观材质味道 做工苹果官方的这个保护套呢 确实要甩开这个1$保护套好几条街 但是他们的价格呢相差了整整40倍 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苹果官方这个保护套值不值这个价格呢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又从14点方向仔细想了一下 如果今天不是为了要拍摄这个保护套对比视频 我还会去购买这个保护套吗 答案是我肯定不会 因为这个价格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太高了 所以苹果官方的保护套呢我更推荐大家去送人 而说到这个保护壳呢刚开始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什么破东西一个破保护壳 但是我认为当它实际使用之后 它应该会被这个手感所消消的被惊起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OK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要转了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挖走